下面看看原神 它有PS5的更新 也有PS5的版本 这支PS5的版本是2160P 60帧 60帧为目标 提高了纹理和细节层次 我用PS5玩了一下原神 我感觉它特别的吃资源 因为我运行其他游戏的时候 PS5的风扇没怎么转 但是一开原神 PS5的风扇就会转起来 而且声音比其他的游戏要大 PS4版的原神是1080T20-30 PS4 Pro是3360x2160 PS5是3360x2160 45-60帧 再看看地平线零支曙光 它在PS5上是2160C60帧 这个游戏在PS5上效果很棒 很流畅 画面很精美 在PS4 Pro上是2160C30帧 或者是1368P乘30帧 PS4上是1080P30帧 再看看荒野大标客2 2160C的30帧 它没有更新 没有补定 PS4上是1080P的25-30帧 咱们再看一个R星的 下面再看一个更离谱的雪原诅咒 在PS5上1080P30帧 PS4 Pro上1080P30帧 在PS4上1080P30帧 在PS5上没有改进 在PS5上没有改进 我们再看一下对马导之魂 这是PS5版本 2160C60帧 1800C60帧 这个马导之魂 这个马导之魂大冒险 我刚才查了一下 也是1800C60帧 它在PS4上也是60帧的 以30帧为目标 再看一下之魂 之魂在PS5上1800C60帧 可以的 在PS4 Pro上1800C40-50帧 PS4是1080P30 再看一下底特律 2160C的30帧 PS4 Pro也是2160C的30帧 各位注意看 这两个都是2160C的30帧 但不能说明 PS4 Pro和PS5的性能是一样的 只能说这款游戏 没有针对PS5做优化 或者说没有出PS5版本 旺达以具象 在PS5上2160P30帧 1080P60帧 在PS4 Pro上 是1440P2K的30帧 1080P的60帧 PS4是1080P的30帧 再看一下盗贼之海 它现在已经有PS5版本了 估计它还没有追加更新 在PS5上是1440P 也就是2K的30帧 多人模式可以1080P的60帧 它最近新出了一个新版本 是一个合级 在内容可以4K60帧 具体参数目前在这个网站上没有 在PS4 Pro上是1440P30帧 玩皮狗也没有做大量的改进 看一下战地5 战地5在PS5上动态分辨率1800C60帧 PS4 Pro1800C60帧 这是1440C 在PS4上是864P30到60帧 这是一个类恶魔城的游戏 我在PS4上玩过 它是1080P的45到60 PS4 Pro是1080P的60 PS5是1080P的60 改进了应该是时间抗击尺 来看一下COD 这是PS5原生版本 动态4K实际上是1800P 60帧 或者是120帧 是1440P实际上是1200P PS4版是2160P 动态的锁定60 PS5版多了一个120帧 对了COD好玩吗 我还没玩过 黑色行动3 PS5上是60帧 我看了一下 在PS5上能玩到120帧的游戏不多 所以一般一个60帧的显示器是够用的 但是如果你玩射击游戏的话 它会有一些是120帧的 使用召唤战区 在PS5上是1080P120帧 或者1528P锁60 PS4 Pro是60帧 PS4是45到60 这是显卡微机的重置版 PS5是60 1800P60 或者是动态1080P60 它这个一旦加上动态 分辨率是动的 分辨率是会变的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如果你想玩的游戏 我没有讲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查一下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小柴 我们下次见